说到日本的美少女妞妞们第一个会想到谁呢? 袁杰一、乔本环奈、又或是彬编美波 在这满山满的美少女之中 妞编辑第一个想到的是广莫良 成为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国民女神 更是那近期本麦当劳找来了现年41岁的广莫良子 与16岁的自共同演出 引发网友热议怎么一点也没变 简直是逆生长 这次妞编辑整理了广莫良子出道27年的重大世纪 带各位妞妞们认识这位20世纪末醉的美少女的精彩人生 1980年7月18出生 今年41岁的广莫子 从小就有着想要成为电视里的人这样的名 梦在妈妈的鼓励下 1994年参加了日本PG举办的Clear Assume洗面广告选拔 当时年仅14岁的广莫良子打败了众多赛者获得冠军及拍摄广告的机会 并在16岁时而连的戏剧出演机会长假 海滩南海以及跨足哥 发行单区认真恋爱5秒前 好喜欢 都让广莫良 更加的活跃在荧光幕前 掀起了一阵 广莫透过真的方式 进入了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 并就教育学部国语国文学系 在入学的第一天就引骚动 不论是教师学生 记者 粉丝 都想一睹他的 才 当天甚至有警车开到护送他到校园 可见当广莫的人气之高 而 媒体和粉丝影响其他学生 客权益 因拍戏缺客被说是耍客权 还被指出是后门 狗子穷追不舍 加上当年事务所帮他排满工作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广莫开始了很长的 慎 萌生了想退出演艺圈的想法 当年的他更公开 男友一事故有戒同居 严重地破坏他的清纯型 接着更是被周刊爆料 私生活混乱合作霸王车 记者会上大哭等各种崩坏行径 期间广莫还23岁 年广莫决定退学 不久后更宣布自己怀孕 且及和模特兼时装设计师 刚泽高宏结婚的消息 后暂停了约二年半的演艺活动 但这段婚姻只为四年 而在这段生儿育子的期间 广莫慢下了脚步 托以往的压力 也离婚二年后 广莫要 诞下二个孩子 莫也多次提及丈夫是他的依靠 一家五口 现在住很幸福的生活 而像是乒乓少女大逆袭 英知信用诈欺师 这批公主篇等等 让大家看到更多面向 她 初到27年的广莫 两子现在也已经是三个小孩 妈妈了 近期 记录了中学时代受欺负 爆红时期 烦恼 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想法等随比 而曾经怕自己说出来的话 会被别人误解 所以不敢使 社群的她 现在也除了宣传新书之外 还能不识到一些广莫的工作花絮 又多一个女神可以追 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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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